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给中山医院捐款7个亿的事情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前出了问题 所以这几年刘兰雄十分注重给医疗系统的捐款 也是陆陆续续做了很多好事 刘兰雄这一生累计在慈善方面捐款也是高达几十亿 这次刘兰雄没有出现 甘比再次出现 也是证明甘比在刘兰雄心中的地位 事实上如今刘兰雄真的是完全依赖于甘比了 他连自己所有收藏的艺术品都赠于甘比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之前刘兰雄就曾经说了 自己名下的收藏总计价值超过了200亿港币 关键刘兰雄说是超过 可是具体超过多少 他没有说 这两年刘兰雄拍卖掉了一小部分 已经回笼了十几亿的现金 这仅仅是他收藏的冰山一角而已 刘兰雄是全球的十大藏家之一 他的收藏包罗万象 名酒古董 书画珠宝等等 如今这些收藏都赠予甘比了 那么刘兰雄前期保永勤的儿子刘明伟 又一次成为了书家 甘比已经再重建刘兰雄在英国的大楼 当然这栋大楼如今也是甘比的资产 这栋大楼成建之后 估计每年可以收租3亿 甘比已经准备在大楼的第一层 建立一个刘兰雄艺术中心 对外展示刘兰雄多年来的藏品 刘兰雄之前分家的时候 已经把大部分的资产都给了甘比 刘明伟当时只分到了价值200亿的资产 刘明伟分到的资产 包括了华人之夜的20%多的股份 另外还有50亿的现金 同时还有一些物业 私人飞机等等 不过刘兰雄更多的资产都交给了甘比 如今甘比又得了这些艺术品 那么他得到的资产应该超过了1500亿了 本来刘兰雄还让刘明伟接班 让他接班了华人之夜 刘明伟自己也在这家公司工作多年 其实对公司上上下下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 可是后来刘兰雄也让刘明伟把股份卖给甘比 然后让甘比成为公司的控制人 刘明伟也是无奈 离开了自己工作多年的华人之夜 他无奈只能去外面找工作 好不容易在海洋公园找到了工作 可是干了两年 如今他又丢掉了主席的工作 新的主席的郑玉彤的孙女婿 刘明伟也是竞争不过他 而且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海洋公园生意惨淡 刘明伟也是运气不佳 如果没有甘比 刘明伟的人生大概率会更加顺利 可惜如今他也是可怜人 刘明伟在不久之前已经决定 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了 现在他也很少跟父亲刘兰雄在一起 父子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刘明伟如今的财富也是花不完 只是他现在事业却是很尴尬 因为他要发展没什么机会 香港的豪门二代三代都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想要自己白手起家是非常难的 因为香港的很多优质资源都被老派的富豪控制了 新人要在香港商界发展 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刘明伟如今也是如此 他要创业难度很大 除非他愿意到内地来 那么机会就会很多 可是如果留在香港真的是难上加难 另外刘兰雄如今的经历都在甘比身上 刘明伟也是被冷落了 本来刘明伟可以从刘兰雄身上 学到很多做生意的东西 可惜如今却是很难了 因为刘兰雄也没这个经历 刘明伟手里是有点钱 可是如果要创业的话 如果投资错了 说不定就亏光了 所以他也是一直迟迟没有动 刘明伟的能力显然是在甘比之上 这个普通人都看得明白 那么为何刘兰雄还要如此选择呢 或许这个只有刘兰雄自己知道了 其实刘明伟的能力野心都大大被低估了 特别是他的人脉关系 这绝对不简单 刘明伟真正的大靠山 许多人肯定想不到 刘明伟其实跟货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惠英东家族在香港是真正的第一政商家族 这个家族不仅有钱 而且在政界的关系也是无人可比 特别是跟内地的关系 看看惠英东当年的葬礼就知道了 霍启刚当年结婚 香港的名流富豪没有一个学习 何鸿燊重病了 坐着轮椅也去参加了 霍启刚是惠英东的嫡长孙 也是惠英东家族未来的接班人 他现在是惠英东家族的副总裁 二十多年之前 霍启刚的爷爷惠英东扶持了董家的后人 帮他上了这个位置 如今董家自然会帮助霍启刚 霍启刚的能力人品也是大家都非常认可的 刘明伟跟霍启刚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之前霍启刚去参加马拉松 还拉上了刘明伟一起去参加 两个人一起上合照 显然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过了普通的朋友 刘明伟跟霍启刚年纪差不多 又都是志向远大的年轻人 虽说成为好朋友也是不意外 有了霍启刚的支持 刘明伟未来在商界的发展肯定差不了 其实属于霍启刚 刘明伟这一代年轻人的时代还没真正来 除了霍家之外 刘明伟跟仲志刚的关系也是非常铁 过年的时候 刘明伟跟仲志刚就曾经在壮家的酒店聚会 另外刘明伟跟何鸿燊家族的关系也不一般 前段时间刘明伟还特意出席了何鸿燊家族的活动 当时一起出席的还有二房的何超凤跟四房的何超新 除了他们之外 刘明伟还曾经给林田二跟何正德当了主婚人 林田二是林百姓的孙女 也是林建月的女儿 堪称是香港的顶级名媛 林百姓是香港立新集团的创始人 也是香港的十大富豪之一 这个何正德也不简单 何正德是香港烟草公司老板何祝国的儿子 何祝国身家高达200亿 他的爷爷何鸣杰是香港的大慈善家 何祝国跟刘兰雄是关系密切的朋友 刘明伟当年跟刘兰雄关系闹翻了 正是何祝国出面帮忙的 刘明伟也因此对何祝国非常佩服 刘兰雄在香港就有一个圈子 里面就包括了郑宇彤何祝国张松乔等人 如今刘明伟自己组织的这个圈子 也不输给父亲了 里面包括了霍启刚 郑志刚 何超凤何正德这些香港豪门二代 这些人可不简单 他们可不是许晶亨那种豪门二代 这些人各个有能力有想法 不过说实话 目前在香港澳门的发展机会也不多了 地产基本上不用玩了 机会都被老人占完了 金融也是趋于饱和 那么真正可以赚大钱的机会 就是澳门赌牌了 事实上当年刘兰雄就曾经联手了 龚如新一曲去尽头赌牌 不过最终失败了 其实刘明伟应该把眼光放到大陆 学习霍启刚跟政治刚 霍启刚进入了政界发展 如今成为了议员 同时也是进入新一哥的法眼 估计很快就有安排 未来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郑志刚则是接受了家族的 周大福跟新世界 如今发展也是非常不错 在郑志刚的努力下 周大福如今是重回巅峰 前几年周大福一度利润下滑严重 如今在郑志刚的代言下 公司利润已经重回巅峰 去年利润高达68亿 已经接近2014年最高水平了 另外新世界这段时间 则是准备要抄底大陆楼市 郑志刚已经说了 准备在四个一线城市 再投资100亿拿底 而且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部完成 如今郑志刚在商界也是前途无量 刘明伟跟郑志刚关系非常好 可是如今看着郑志刚在商界运筹帷幄 自己却毫无发展 不知道他内心有什么想法 如果刘明伟的母亲保永琴不是早早就因病去世了 或许如今刘明伟就是另外的光景了 但是面对自己母亲辛苦打下的江山 刘明伟会眼睁睁的看着父亲拱手送人吗 当然不会 以前的他或许不会争 可是现在的他无论如何必须也得争 这一争产就意味着他的生活不再是岁月静好 而是会心如到鸡飞狗跳的日子 所以在这几年他的身边也出现过不同女子 可惜都没能走到最后 如今娶了简雪星 俩人也相处了两年多 也算是修成众果 可以想象的是 未来刘家肯定不会太平 太子与后妈的斗争必然会拉开帷幕 俩人鹿死水手 还有的是大戏要上演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对于这场大戏 刘明伟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这些年踏入政界又广交香港豪门人脉 肯定会大有所为 不过后妈甘比也不是吃素的 能够从小鱼记一跃成为豪门阔态 甘比也是人脉宽广 未来这场太子与皇后娘娘的斗法必然会很精彩 俗话说你是无法驾驭超过你能力的财富 甘比毫无商界经验 想要控制1500亿的家产是有难度 现在刘兰雄还在背后指点 如果未来刘兰雄不在了 甘比一个人估计够呛 关键是甘比自己的野心很大 他逼走刘明伟自己当主席 最近动作连连入股恒大汽车 跟惠德峰合作在香港开发豪宅 可见他是想当商界女强人的 不过女强人并不好当 如果不小心就可能摔得头破血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